嗨同學看第三個題目 這是你聽到不想再聽的東西 叫做先乘除後加減 應該在中年級的時候老師就一直重複了這一句話 但是你常常還是會出錯 記得如果你今天要避免先乘除後加減 你避免要出錯 你避免會出錯 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你可以畫底線 你可以畫底線 什麼叫做底線啊 再看完題目 你覺得要先算的地方把它畫起來 先畫起來你就不容易出錯了 來看這個 1392要除以48加上84乘30 所以對我來講 1392當然要先除48 84咧 要先乘什麼 30 所以你把這兩個東西圍出來 畫出來之後呢 那當然就會算啊 等於多少 好 1392除48 老師沒有很厲害齁 我不是心算專家 所以我還是一樣乖乖算 第一個用兩倍三倍三倍 沒辦法 兩倍啦 好倍來 來兩倍 96 所以這裡減下去叫做43 好 432 所以第一個我知道第一坨的答案叫做29 那第二坨咧 這個可以了啦 然後寫0 3412 進138 24 25 所以它叫做2520 抱歉 很醜 很醜 好 25 20 所以整個加起來當然就等於2549 好 第一題搞定 第二個 記得喔 都要畫底線 你比較不容易錯 1134要先加14嗎 欸不對 1134一定要先加上後面那邊先算完 14先乘15再乘16 所以14乘15 不會就跟著老師這樣算齁 當然這個叫做70 這個叫做14 這個叫做211 那211乘上16 0 612 0 1 2 0 1 2 0 6 3 3 這你應該自己可以乘得出來齁 所以 1134 加上 3360 所以 這個 整個加起來的答案就叫做49 44 也就是 4494 好 在講完這一題之後呢 老師有一個東西想要跟你分享一下 如果未來啊 你看到有一個題目叫做14乘15 可以怎麼做 你可以這樣做 你把這個14除以2 14除2變成7 如果這個人除以2 這個人如果除以2 sorry 這個人如果除以2 那這個人就會乘以幾 乘2 所以他就會變成 30 好 我講這個幹嘛 14乘15 你其實是可以先算的喔 因為他是7乘30 多少 210 OK嗎 這個可以偶爾練一下齁 當然你只是可以後 你就練一下 譬如說以後來一個 22乘以45 好不好 22乘45 那怎麼辦 把它除以2嘛 11 乘以2 90 尾巴是5的乘2就會變很漂亮 所以你就可以先算答案叫做990 OK 稍微講一下給你聽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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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